揭陽市盤東街道橋東村的村民沈先生週一接受本台訪問時表示 週日凌晨3點半突然有近100名警察手持警棍和手槍等 衝入多名村民的屋裡拘捕村民 村民反抗於是出動武器鎮壓期間多人被打傷 無緣無故的防爆彈就打過來了 走著走著突然那個槍還有防爆彈就開了 門市有一個村民被他用真槍嚇了 他就用那個防爆彈我們這邊也沒有暴動什麼 就拿那個炮彈那樣直接炸 然後就反正就打傷了二十來個人這樣子 然後用那個鐵鏟把人家的門敲全部打爛 那門什麼都被撞成那樣子了 全村4,000名村民在吳芝晨的情況之下 部分被破門入屋 最終兩名打算第二天參與土地維權的南村民被拘捕 現在仍然未釋放出來 直至清晨5點多 所有警察才離開 在衝突事件中 受傷的26名村民當中 其中一人被警察用警棍打致重傷 現在仍然在醫院留意 雖然半夜警方大力鎮壓村民 但是幾百名村民 在第二天的中午12點半 都被村官撕買的土地附近摘合 拉起寫上維護尊嚴等的橫額在附近遊行抗議 因為村官在一年多前 未經村民的同意之下 將村民幾十畝的公共用地賣給工廠等 得益涉及幾十億元 但是村民並沒有獲得任何賠償 村民曾經多次向政府部門反映 也得不到回應 於是破壞其中一個貨運站 那個鄭政府還有區政府都說 都不來給我們處理好 那我們村民說為了維權自己 就可能說就這麼做 那他們就採取這麼強硬的手段 從微博的圖片可見 村民利用滑泥基產入空置的貨運站內 大批村民為官 但是沒有受到警方阻止 沈先生表示 村民這樣做 只是希望引起政府的關注 就事件 本台致電揭陽市政府查詢 但是接電話的政府人員表示 不清楚事件 本台致電揭陽市公安局查詢 但是公安局的電話就沒有人聽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王樂圖報導 隨處政治局前常委 周永康在6月被控仇賄 濫用職權 故意洩露國家秘密等罪成 判處無期徒刑之後 被指與周永康關係密切的 河北省委書記周本信 上週五年都因事業嚴重違紀違法 接受組織調查 2013年空降到河北任省委書記的周本信 曾經長期在湖南省邵陽市任職市委書記 兼省公安廳長 外界指出 2012年邵陽文運人士李旺陽死亡事件 或者與周本信有關 隨著周本信被查之後 維權網報導就說 湖南文運界有意聯署 要求當局重查李旺陽的案件 李旺陽的妹夫趙寶珠 在周一接受本台查詢的時候就說 未了解是否已開始聯署 他形容李旺陽的妹妹李旺寧 每次提到這件事 心裡都會非常沉重 強調追查真相 是家屬這幾年裡的心願 這是採取這個問題的 從來沒有流露過這個線 李旺陽生日的朋友張善光就認為 李旺陽死後外界曾經有消息指出 事件是由周永康下達的命令 目的是為了在習近平在2012年11月接獎之前 刻意製造不明朗的因素 就算沒有辦法證實是否真 張善光相信 如果周本信和周永康聯合製造李旺陽的死亡事件 民間在這個時候發聲要求重查 不排除中央或會順勢高調處理 不過另一名當地的維權人士朱誠之則認為 重新調查李旺陽死因的可能性不高 就說目前中央當局在處理某些敏感的事件上 都會採取一貫以來的打壓手段 朱誠志形容公道自在人心 時間就是最好的證明 李旺陽因為參與六四民運和勞工維權活動 一共判監22年 由於長期受折磨導致幾乎完全失聰和失明 2012年6月6日 李旺陽在醫院離奇死亡 遺體在3天後被火化 家屬遭移密監控 由於李旺陽在死前曾接受香港有線電視記者的訪問 外界懷疑是訪問引來湖南當局不滿 故意佈局上吊自殺 了結李旺陽的生命 海外網站《大紀元》曾引述海外民運人士郭寶羅在推特上透露 李旺陽的死 和曾經是中央政法委秘書長的周本順 邵陽市公安局長李曉葵 郭寶支隊長趙魯商3人有關 維權網在周一引述湖南邵陽市公安局的內部人士說話 指國保支隊長趙魯商突然被免職 但消息未得到證實 自由亞洲聯台 文宇晴 報導 88個來自重慶市各個縣區的訪問 週一的上午前往位於餘中區 較長口的《重慶日報報業集團》 抗議《重慶日報》上月份刊登一篇題為 23萬件群眾訴求問題 見見有著落 時事有回音的報導內容失實 訪問包圍《重慶日報》的大樓門口 要求報社當局提交報導內容的依據 其後報社報警 8名警察趕到《重慶日報》守住大門 和訪問將遲到直至下午的1點左右 一個參與抗議的訪問被警察帶走 有份參與抗議的訪問藝文元向本台表示 曾經多次質問警察為何要來 但是對方沒有回答 反而警告他不要嘗試拍照 否則就會為難他 他指出 抗議的期間《重慶日報》 拍出一名聲稱是負責人的彭聖員工 叫參與抗議的訪問 登記和上報重慶市政府 有一部分的訪問前往市政府登記 魏文元又透露 重慶市政府有很多問題和訴求都仍未解決 但是《重慶日報》則發問表揚政府 已經解決了近九成的問題 他質疑《重慶日報》報道失實 他舉例指出 他居住的南岸區多年前受到地方政府的無理徵地 但是至今仍未得到分毫的賠償 他表明如果政府不處理問題 會上訪北京政府 關注事件的六四天網負責人王奇向本台表示 大陸媒體過去十幾年來都有失實 和美化政府的新聞出現 他鼓勵民眾向假新聞說不 要站出來挑戰官方媒體 他又要求北京當局嚴格監督 媒體和政府的關係 本台記者致電《重慶日報》查詢假新聞事件 但是對方說不清楚事情 重慶日報在6月24日刊登了一篇報道 內容指重慶市政府利用網絡科技 製造手機應用程式 提供平台 給重慶市市民提出訴求 至今已經收到23萬個投訴 政府已經處理了當中九成半的訴求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趙紫浩報導 Ceas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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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